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令人惊讶的是 众多导演为何真相与他合作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现象 带你了解背后的原因 尽管外表平凡 演技却出众 事实上 当我第一次见到谭松韵时 他给人的感觉像是个学生妹 尽管他出生于90年代 却有着一副00后的外貌 但是他那可爱的娃娃脸背后 隐藏的是爆炸性的演技 网友们常说 谭松韵的演出总能让人幸福 他仿佛拥有多重身份 身高虽矮 气场却足 谭松韵虽然只有一米六出头 他的气场却非常强大 有一次 他穿着平底鞋出席活动 毫不畏惧地站在一群高大的东北人中间 就像是小鸟艺人般的存在 但是 别误会他的温柔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谭松韵扮演的季星是一位职场女强人 他的气场强大到连霸道总裁徐凯都快要窒息 粉丝们戏称 谭松韵就像是一个移动身高增高气 站在他旁边的男演员都显得格外高大 少有绯闻 口碑却佳 在这个靠绯闻获取关注的娱乐圈 谭松韵显得格外不同 他很少通过绯闻吸引公众眼球 反而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良好人品获得了广泛好评 据了解 每当谭松韵揭拍新剧时 他都会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角色 甚至剧组人员也被他的投入感动 一位化妆师曾透露 谭松韵非常敬业 记得一次拍夜戏时 他还在坚持工作 尽管他当时感冒了 看得我们都心疼 难怪如此多的导演愿意与他合作 找到如此敬业的演员实属不易 资源有限 人品却补足 在复杂多变的娱乐圈 谭松韵如一股清流 他不炒作 不耍大牌 对粉丝和同事都非常友好 记得一次粉丝见面会 有个小女孩因紧张而说不出话来 谭松韵便握住他的手安慰道 别紧张 我有时也会紧张 让我们一起深呼吸吧 这样贴心的举动 怎能不让粉丝爱戴呢 实力与运气的结合 有观点认为谭松韵很幸运 总能碰到好的剧本和导演 但他自己在采访中说过 我相信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每当我接到一个新角色 我都会做足功课 因为我不想辜负导演和观众的期望 这番话让人印象深刻 看来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侥幸 所以 谭松韵之所以能在娱乐圈脱颖而出 原因很简单 是他的才华 品格和努力的完美融合 他用卓越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用专业的态度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用真诚的性格吸引了无数粉丝 在这个看重外表和炒作的圈子里 谭松韵用他的才华和品德 证明了演技和人品的重要性 最后 只想说 娱乐圈需要更多像谭松韵这样的演员 他们不依靠炒作 不依靠绯闻 而是凭借真正的实力和品质赢得尊重 这才是娱乐圈应有的风貌 你说对吗 至于谭松韵如何能够吸引那么多顶流帅哥 可能真的是因为他的那句 你比星光美丽说得太动听了 在瞬息万变的娱乐行业 徐凯与谭松韵的吻戏 已成为当下观众热议的焦点 它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的呈现 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深刻探索 仿佛透过荧幕将观众的心灵深处的柔软之处一一揭示 这些吻戏就像璀璨的流星 滑破了现实的维度 让人们在那一刻与角色同呼吸 共命运 面对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观众们无不为之动容 吻戏的魅力在于它所承载的情感厚度 每一次的唇齿交缠 都是对爱与欲望的深刻解读 研究表明 亲密行为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催产素和多巴胺 这些幸福激素让人感受到愉悦与满足 因此 当徐凯与谭松韵在荧幕上相拥而吻时 观众不仅是目睹了一场简单的爱情戏 更是在体验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 这样的表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理想化的爱情世界 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琐碎与烦恼 在这一场场动人的吻戏中 徐凯的表现可谓尤为突出 他的吻如狂风中的温柔港湾 既有雷霆万钧的力量 又不失细腻入微的关怀 心理学家曾指出 情感表达的多样性能够让观众更好地融入剧情之中 而徐凯恰恰通过细腻的眼神温暖地触碰 展现出爱的力量与深度 每一个亲吻 每一次拥抱 都仿佛是对角色内心情感的真实在线 传递着一种灵魂的碰撞与交融 观众在此过程中 不仅看到了角色的爱情故事 更感受到了那种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 谭松韵则以她灵动的表演与细腻的情感 将这场爱情对话推向了高潮 她的眼神如同可以洞察人心 轻盈的肢体语言与徐凯的深情互动 形成了绝妙的默契 谭松韵的每一次微笑 每一个眼神 都仿佛在叙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让观众不自觉地沉浸其中 正如评论员所言 谭松韵与徐凯之间的化学反应 超越了单纯的表演 将观众的心牢牢抓住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吻戏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观众共鸣 正是因为他们超越了荧幕的界限 触及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在这些情节中 观众不仅看到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激情与平淡 还感受到了坚定与动摇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样的情感交织如同一面镜子 反射出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期盼 然而 吻戏并不是徐凯与谭松韵表演的全部 他们在整部剧中的全面表现同样值得关注 他们不仅用心去理解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还将人性与情感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对角色内心的深刻剖析 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让人眼前一亮 演绎出了一场场引人入胜的戏剧盛宴 正是这种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使得他们的表现不仅仅停留在表层 而是触动了观众的内心深处 在徐凯与谭松韵的表演中 观众不仅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更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挣扎与追求 这种情感的深度与广度 让人想起了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 而这些作品的共通之处 正是对情感的真实与细腻的刻画 心理学家指出 情感的真实表达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我 进而引发共鸣与反思 而这正是徐凯与谭松韵所展现的力量所在 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取悦观众 更是对人性与情感的深刻洞察与独特表达 随着剧情的推进 徐凯与谭松韵的吻戏逐渐成为了整部剧的情感高潮 这些吻戏不仅是爱情的见证 更是对表演艺术的一次重要探索 他们让人相信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确实存在一种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让我们在彼此的灵魂深处找到永恒的归宿 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徐凯与谭松韵是否能够继续为我们创造更多这样的经典瞬间 成为观众心中最大的期待 随着他们的合作不断深入 观众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作品将更加精彩 情感的表达也将更加丰富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 在光影交错的瞬间 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样的话语不仅是对他们演技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待